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滚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司新闻引体中心P&N 还有公民行动影的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这个网络视讯视频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让大家去了解 在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值得我们去 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些制度 或者是在体制法规文化上面的问题 让我们在看一些社会运动议题的时候 不只是看到那些所谓的冲突的那种热闹的场面 而能够更看到这个背后很多在制度上面 到底如何让人家受到伤害的 是更重要的一个关心 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一个面向 那其实不管是看公库或是看公事的朋友 大概也都会知道我们非常关注 黎明幼儿园的这个拆迁案 在前面过去一两年 我们曾经访问过这个柯绍珍律师 来谈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很多的人都很希望自己的家园能够开发 能够变得更进步 但是其实在一个城市开发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的 这种所谓弱势的居民 其实他们未必希望能够去这个好像都往那个所谓的开发的那个方向去走 或者是即使是开发也希望能够去调和保存既有的一种所谓的生活的方式 那这样的一个冲突其实也发生在黎明幼儿园的这样一个事件上中 那其实大概这十多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拆迁的这个所谓的争议不断冲突不断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这个经历了这个九次的这个所谓的官司 那最近呢其实黎明幼儿园的在这个有关于重划的这件事情上面被判了败诉 所以他可能随时都会面临到被拆除的这个危机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邀请到两位来宾跟我们来谈这个话题 一位是黎明幼儿园的园长林金莲林园长 园长你好 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是这个简君如 我是黎明幼儿园保留行动的这个成员 大家好我是简君如 我想一开始先请教园长 就是也许可能大家在看黎明幼儿园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冲突 或者有时候我们看到你可能突然间失踪了 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那当然这以后我们待会再谈这个部分 可是到底黎明幼儿园是一个什么样的幼儿园 当时为什么会去要去建造这样一个幼儿园呢 其实幼儿园他本身就是从我爷爷民国元年的时候 就创设有进修书房 是早期的诗书 那么那时候他是从零岁一直到老年人全部都有收 他一辈子都是在从事教育工作 他最大的对社会的贡献就是 一辈子教那么多的学生 从来没有收过学费 他的目的只要让台湾人的日子过得更好 所以他对于这些台湾人不认识字的 他都给予授课 那希望他们都能够认识字 对未来的生活会有所改善 爷爷开始就是在从事教育工作 然后到民国64年都还在收学生 那64年去世之后 我的父亲还有我两个人就商讨 为了这个纪念我爷爷 他一辈子的对台湾这块土地教的学生那么多 那也希望他延续他的教育精神跟教育的使命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设一所学校 在当下在台湾威权的体制之下 几乎所有的社校都是禁止兴设的 那我有找到托托社跟幼稚园是可以来兴设 那我们就选择接比较高的幼稚园来设 然后就开始从事优家工作 延续我爷爷的那种教育精神 所以其实这个幼儿园办得好好的 那其实就我们了解这个占地也非常的大 就不像现在很多的幼儿园幼稚园 事实上都是在公寓在大楼里面 那个去读书恐怕都有很大的压迫感 那这个一个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图片 或者很多的记录里面都会发现 这个幼儿园的不管是他环境 或者是刚刚你谈到那个社校目的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或是很重要的一个幼儿园 为什么他会面临到这个拆除的命运呢 其实幼儿园他本身设立的目的就是 希望在早期 可以讲农村社会上幼稚园的小朋友并不多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学校 让更多的小孩子 能够进到学童这个教育体系 来接受教育 当然这个学校设在这个地方好好的 其实我们也料想不到 你做了一辈子 从民国64年设校 一直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那这个四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你从来也没有想到 会有今天你工作做得好好的 小朋友上课上得好好的 突然有一天说他要重化 然后就面临 我们这些人要工作 要上司 小朋友要实习学校 过去在这年代的小朋友 他要实习他所有的回忆 那这种震撼 对我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的 幼稚老师来讲的话 我是无法接受 当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要重化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应该在97年的时候 民国97年 97年就有透露一些信息 说会重化 当时我们也不晓得 那重化是怎么做 但在我的一辈子的理解当中 幼儿园如果在这个地方 他们要做重化 只有公办重化 那么公办重化应该会把幼儿园剃出 比如说我们重化区里面 也有黎明国中 有黎明国小 甚至黎明国小是比我们还玩色 那我们比黎明国小还早色 那如果是公办重化导演 应该这三所学校都会被剃除 但是那两手剃除了 我们这个黎明幼儿园就没有被剃除 被包进去了 所以为什么你们会被包在里头 在当时的重化的一个 开始启动的历程是什么 你们是被通知的吗 还是主动的就是参与 还是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突然间告诉你说 我要参你的房子了呢 完全不知道 所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起源的距离 其实我因为我加入幼稚人的保留行动的时候 已经是重化进行到非常后面的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到配地程序了 对那虽然说配地程序现在还在进行中 那但是我2016年年底进到黎明幼儿园的时候 黎明幼儿园他在诉讼上就因为妨碍工程被判决要裁除地上屋 这样那就我理解是就是这一系列的重化其实是在胡志强时期就设定的一个后期开发区 对那后来他被纳入的一个范围 那单元二就是其中一个范围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这个并不是有公办的 对这个是自办的 那自办的重化的程序是什么 他基本上以黎明幼儿园的例子来讲 他是七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筹备会 那七个人是谁 就是当地的所有权人 对当地的所有权人 但是这个当地的所有权人的这个身份的取得 其实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像过去很多判例 或者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也有看到很多是巴掌块大的地 他就可以是一个地主这样子 对那后来他有去提高相关的门槛 可是以黎明幼儿园来讲 确实是有这种灌人头的情况存在 对那其实也有一些情况是 比如说财团 他去买了一个闲置的工厂 闲置的空地 那这块空地的所有权人 再看有谁他们的可能里坚士的候选人 去均分或是看怎么分配 那他们就可以全部都取得这个土地 所有权人的资格 这样子 那他们就可以组成一个七个人的筹备会 那在我们试用的办法里面 筹备会的权力是很大的 对筹备会他可以去核定重化范围 然后需要撰写重化的计划书 那这七个人组成筹备会之后 他就可以送出这个计划书的核定 如果以这个案子来讲这七个人是谁 为什么这七个人会成为这个筹备会的成员 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就是虽然说 黎明幼儿园作为当事人 可是我们其实在要到 单元二重化的那部资料 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对我们像地震局是 是没有办法拿到很明确的资料的 就连计划书都是一个非常潦草的版本 这样子 所以说就是目前至少在单元二的 置办情况可以看到 他的资讯是非常的不透明的 而且是连当事人厉害关系人都很难取得的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 我只要随便找七个人 那这七个人当然他可能必须是 这个土地相关的所有权人吧 但是所有权人的土地的取得 他事实上有千百种的方法 例如说可能是人头 也有可能是后来才去买的 不管是财团或是个人买下来 那所以我只要随便任意七个人 我就可以来决定重化会 我就可以成立这个所谓的重化会 那这个重化会就可以决定 这一块大面积的土地 它的生死它的去留 是啊 对这是一个任意的七个人 那当然他后面还有相关的程序需要完成 比如说我们要举行会员大会 对然后呢 而里坚市的选举 就是也必须要有这个重化面积里面的地主人数要过半 然后同一面积也要过半 就是持有的人的面积要是范围的一半以上 才能办法通过 对可是因为前面有提到 就是这个财团的介入 它其实使得里坚市的选举变得非常的形式 但它实际上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地主在这里选举 对那它透过灌人头的方式其实就可以买到很多很多人头 去为他们投票 那其实要人头过半就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 其实到底是谁去买了这些人头 或者这些哪些人是灌人头 到底它是不是真正的地主 现在对你们来讲这个资料是不透明的 从来都没有看过 那你们有去跟市府要过这些资料吗 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讯 那我怎么知道我们家是被谁说要拆了 我总是要知道嘛 也许我不管我同意不同意 你也不知道在什么人家要听处 你们跟市府接触的时候 当时是跟胡志强接触 还是后来跟林嘉隆接触 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被告 那时候还是在胡志强 被告是因为你们不想要被证据 对对对 我们被告是因为我们妨碍事工 妨碍工程 妨碍工程 妨碍事工 然后从来会就提告 那这个提告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好奇的就是 想看看那个从来会里面所有的资讯 所以透过诉讼当中 由律师取得很多的那个月券 月券很多 那出来之后 我们就花了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看了些资料 后来才发现 好奇怪 每个地主都是0.00038平方公尺 而且它统计下来是有大概800个 800个 完全都是这么一点点的土地 它就身为一个地主 那第二个就是伪造 伪造同意书 伪造开那个大会的同意书 伪造的一个人最少伪造有60张甚至70个人 伪造是你们有详细明确的证据说他们 当然当然 你看那个字体完全都是一样 你们自己去对那些字体 对 完全把它合对 就是完全是一个人就可以围造好几十个人的同意书 所以这个部分让我们看到之后就很震撼说 哦 这怎么这么震撼呢 本来如果是置办重画 应该是地主组成来重画 而且这个完全是采款 当时我们就有讯许知道是杨天生嘛 参与集团所介入的 那这个所谓李市长是副总道 然后总经理是李市民 这两位全部都是以前在地政处 或者是地政局的官员退休下来 所以这两位跟杨天生他们三位结合在一起 我想这是一个很 我们对一个重画案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但是这个重画刚刚谈到是重画会的组成嘛 可是我如果今天通过还要经过礼监事 或者是相关的会议嘛 对不对 这个会议大概不需要所有的地主组一吗 不需要 所以就是这个礼监事的组成 然后他就来同意 那所以我不同意也不行 当然不行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我们会开一个形式上的会员大会 其实会员大会是谁 会员大会就是重画会 重画会的会员大会 但不包括所有的地主 他理论上要包括所有的地主 对对对 这个会员大会他就是由所有的地主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就是土地面积国伴跟 地主人数国伴的这个双重门槛这样子 那可是他们其实会玩一个蛮有趣的游戏 就是他们会过一条 因为他们内部也有内部的组织章程嘛 那他们内部的组织章程就会通过一条是 耳后的所有相关重画事物都是由礼监事决定 所以我会员大会就开这一次 OK 对那后面的事情就再也不需要开会员大会了 因为会员大会已经授权所有事情都让礼监事决定 也就是说他后面会有一些 就是透过那会员大会当中 他变成一个授权的机制 而这个授权机制是透过这个所谓的礼监事来同意 但是这个礼监事可能一开始从你们的角度来讲 他都是有问题的 不过我更好奇的是说 那我如果不同意 我的申诉的管道是什么 难道就只能够去党差吗 去阻挡怪手吗 在政府在整个的行政体系 或是司法体系 我们没有任何的一种救济的程序 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国际经理把处理靠都围团的 控制民众扔赠权 现在警察和民众几个次撒来撒去 才无人受伤 对台中更坤衣警察先破坏里面 幽定不败索 阴金人没得接受 法院可以硬生生的去判一个学校 交出来给财团 你觉得台湾人民可以接受吗 那么台中市政府也是后面的谋手 阴金人共调 依照众里的党委办法 党委会立冠师选拟 地主和土地的民族都必须要超过一半 不过来党委会并没有符合規定 台南市府刷合准设立 应该马上改刷党委会 他把这个选任的行为做两阶段来处理 第一阶段就是我们先定个办法 征得会员大会法定门槛的通过之后 我再依照会员大会通过的选举办法来进行投票 所以我们认为合法啊 合程序啊 台湾市地政局表示 台湾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电话会 会把里冠师选拟分成两阶段 第一阶段先以法通过的选拟办法 第二阶段再以通过的办法来进行选拟 市府跟台湾共同一看法一样 里面党委会并没有违法 不过会再请党委会跟里面幽定行进行合调 不要用共和方式来解决问题 既然台湾传播的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 想要在刚我们上面的那段的这个影片 这个新闻报道是在9月14号 黎明幼儿园的比较最近的一次的抗争 待会我们会来跟大家谈这一次 为什么就看起来是一个相对之下 是一个比较激烈的这样一个冲突 那在节目的现场 我们跟大家访问到的是 简君如跟林金莲院长 我想要继续来请教两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不想玩不行吗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重画会的组成 恐怕是有很多的争议 那这个有争议的机构 他做了决定 那我可能就会被纳到里头来 那可是我不想玩嘛 对不对 那我不想玩怎么办 就是除了党拆 或者是说国家政府 难道没有任何的申诉管道 不管它是行政体系 或是司法体系 我可以怎么救济 我可以怎么样反对 你刚开始 所谓的申诉管道 重画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100年 他97年的时候 开始准备要重画 我们在100年的时候 透过公文行文的方式 向台中市政府申请 里面要保留 原地保留 那么这份公文 到了市政府之后 市政府地政局有回文 他回文的内容就是 请重画会要 妥善处理并且竞赴 那么这张公文 也会到重画会那边 我们这边也收到副本 但是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完全都没有处理 你的意思是说 他请重画会处理 那重画会本来就不想要处理 不是吗 重画会就是想要把这个土地 就是大家都来嘛 大家都来改建 或者是我们来开发 他本来就不处理 那问题怎么会是重画会处理 那政府的角色在干嘛 我们向台中市政府来申请就表示 市政府这个重画会是你核定的 你有权管理嘛 那我们希望透过市政府出面来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非常失望 台中市政府到目前为止 一点回应都没有 他没有任何在法律上面必须要他负担的行政责任嘛 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规范或是要求 那他也没有想要去处理这个所谓的你们不愿意的事情 因为现在目前就是我觉得自办重画他蛮有趣的地方是说 他很经常是他拿着公共利益出来谈 但其实发生争议的时候 我们其实进入到的是民事诉讼 像我们现在持续在进行 包括要拆除地上务 包括配地 全部都是民事诉讼 可是这明明就是一个官方声称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一套都市工程 那主管机关的角色在里面就变得非常的小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权力的让督 就是主管机关他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上面 他并不是积极的去完成主管机关的任务 因为其实像相关的办法里面就有规定说 主管机关他要去审核 你今天成立重画会的一系列的文件 那为什么最后又会被我们发现说 里面有这个资料的缺失 有不记名投票 然后有这个土地面积非常小的地主 那这些审核根本就是不合格的 他为什么会通过 但是主管机关他作为一个主管机关 但是去追究主管机关的这个机制是不存在的 那主管机关如果又不积极 又没有机制可以去追究主管机关的责任的话 其实对当事人来说就会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所谓的市民的自治嘛 或市民共同的决定 可是事实上那个共同的过程是充满了非常多的疑问 而当这个市民在决定的这个过程 或者所谓共同决定的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了冲突的时候 可是国家的角色他就消失了 就是反正就是你们自己要去处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你们的经验当中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他们为什么就袖手旁观 然后站起来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处理的方式 那我们在刚刚那段影片当中也看到 其实在9月14号的时候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激动 我们知道黎明幼儿园在过去公库 或是公式拍的记录当中 又看到一开始还是反正理性的在这个抗争 然后在澄清在这个所谓的表达意见 可是越来越激烈 9月14号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要采取这么激烈的抗争的手段 实际上是我们在最近这一次的 这个法院的判决里面 就是关于刚才林金莲有提到 从2008年就开始的这个妨碍工程的 拆除地上路的这个官司 它进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对那之前在最高法院的回复里面 他其实本来是有一些希望的 最高法院的意见有去提到说 从后会的正当性可能是有问题的 这样子那针对这个部分呢 有一些疑义需要再去探讨 不是也大法官视线 然后也修改相关的法律了吗 对对那那又是另外一层问题 对但是最高法院这边的意见 比较具体针对黎明幼儿园的部分 他其实到后面的追查是没有被进行下去的 对在整个跟三省的 拆除地上路的跟三省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方提出非常多相关的市政 要去证明说今天 单元二里面重画会他的理件事选举 根本就没有符合市地重画办法的 第13条的相关规定 就是你必须要有土地面积要过二分之一 在范围内 那包括这个地主的人数也要过半的同意 他才有办法成立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单元二重画会他们采取的方式是不计名投票 不计名投票就不会知道 到底同意的人他拥有多少面积 所以这个土地面积的过半是没有办法被确定的 但是在整个跟三省的过程里面 其实法官他并不是那么积极的在去追究 重画会在这方面的责任 对 那所以在整个这个法任的角力 他是两股势力 一股势在重画会或者是说法官的现实考量 就是整个案子他牵扯到太多利害关系人 他已经推导到一个非常默契的阶段了 那如果我今天我要让他推导重来 一来是他形成了一个新的判例 这个判例可能对过去的重画 对于未来的重画都是不利的 然后第二个是 现在已经牵扯到这么多利害关系人了 那今天我到底是要让黎明幼儿园这个案子 就是好像不是很顺利 好像有一些干戈 还是呢我要让其他广大的地主业都来觉得 这是有问题的 要来杯葛我 要来觉得是不是统治正当性有问题 这样 那所以他们在这个立场上 他们几乎是无视了 就是黎明幼儿园这边提出来的相关证据 就是选票跟会议记录的部分 这样 所以从法院的角度来讲 他们当然可能会存在你刚考量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部分 也许从在法律的层面上面 他会觉得说 这个其实就算是后来的已经修法 但是这个黎明重画 这个重画会 事实上之前就已经做了决定 那你现在要去推翻 那就会出现更非常复杂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决定 所以从法律的角度 也许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除了这法律的角度之外 刚刚我们虽然对于市政府有一些这个疑虑 但是我记得那天在这个抗议的现场 包括杨友仁老师或是一些律师 他们都提出说 市政府他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嘛 对我们虽然在这个里头 我们在对市政府有一些 这种所谓的批评 或是觉得他好像 看官 看官 说他看官 说他不去管这件事情 那市政府他可以做什么 实际上在相关的办法里面都有提到 就是市地重画第18条 他里面就有提到说 如果今天这个重画会 他有一些违法的室友 那台中市政府主管机关 他其实是可以予以解散 可以撤销核定的 因为他作为一个主管机关 如果今天这个他核定的重画会出了问题 那他当然就有权利可以去处置这个重画会 可以使他失去合法性跟正当性这样子 那有跟市府去做这样的表达吗 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其实当天的诉求就是这样 对那目前就当天的新闻 其实地震局那里也有做相关的回复 就是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个诉讼现在还在进行 对那法院这里的态度呢 其实又是比较有疑的 因为我们其实一起来跟市政府这边协商的过程 就是如果法院这里没有做出一个清楚的表态 那市政府就不会觉得他们需要为这件事情更积极 对因为他就并不是一个明确的 明确的法律上对或错 站得住脚站不住脚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并不会 并不会在法律之前更积极地去做这件事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或是不愿意在行政的部分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提出一些解套的方式 对因为他其实不只是行政 他其实是一种政治态度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我是倾向认为说 今天台中市政府他的势力重化 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 对那他牵扯到的这个政商关系 其实非常的繁复 对那所以我会认为 其实实际上对于市政府来说 他不只是一个行政上面的动作而已 那是一个对于 比如说对于像刚才园长提到的长衣集团 或是对于台中现在既有盘跟错节的这个政商系统的一种挑战 对那台中市政府他们会做出这样的表态吗 其实我们是认为他是有他的政治现实需要考虑的 不过从再回到那个法律的程序上面 恐怕有一个更需要去关注的事情就是 从化会他事实上可以提出担保金 是 那担保金就是八百多万 是 但是如果提出担保金经过一定的程序 就可以去执行 对 那你们怎么办 也就是说他 你们隶民幼儿人随时可能就会面临到被拆掉的命运 是 那怎么办呢 那你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办法有更有力的回应 因为我们现在就只能等待我们的上诉可以尽快的开始进入程序 对那让这件事情可以在 可以在诉讼里面再继续拖延下去 可是实际上黎民幼儿人是手无寸铁的 黎民幼儿人其实并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的武器 对包括我们的反担保金其实要两千五百万 我们怎么样也不可能拿出两千五百万去跟财房抗衡 对其实可能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今天是财房要拿出两千五百万 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 对但总而言之黎民幼儿人这里是没有什么保护自己的东西的 除了我们持续的激请诉讼 还有呼吁整个社会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 甚至是更积极的支持我们 那万一如果真的他提出了八百多万 是 那就只好 就我们就只能等着被拆 等着被拆 对 那园长怎么办 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吧 抗争了这么久 然后反对了这么久 我们也走了司法的程序 也走了这个行政的程序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拿出这两千多万 就是他就是不愿意 甚至在里头有很多的问题 那那怎么办呢 如果从一个 即将被拆的 这个跟从后院之间的一个 所谓关系的话 忽然间我们立民幼儿人变成从后院的债务人 所以他只要提出八百多万 就可以来假执行 对 那相对我们要提出两千五百万 这对我们来讲的是不太可能的事 所以 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很沉重了 那当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也 透过一种所谓抗议的行动 然后希望 也趁请到总统这边来 总统府 也希望 你也跑到蔡英文他家门口去了 对 那我们 因为地方已经不理你了 你实在是投诉无门 那身为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 他发生的事情 投诉无门 跪天败地 都没有人理你的时候 当然你希望最高度的总统 可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也能够听到人民的声音 但是我们感觉上是已经非常的失望 所以到最后 也只有用生命去换取 台湾人民对于台湾土地 这块土地的居住权的重要性 我们当然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但是当你们再去跟这个行政单位 或者是包括中央的 甚至到蔡英文家门口 那也到这个中央去 不管是行政院或是这个总统府都去澄清 那难道中央也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吗 他对这件事情也是视若无睹吗 我觉得四地重化 就是以黎明媛这个案 它其实牵扯到很多层级 因为其实像之前我们有去推过这个修法 就是四地重化办法的修法 自办重化的部分 对那我们在这个议题上面 也有和油美女立委办公室 之前有召开过一个记者会 对是希望我们可以推出一个相关的草案 在这个四线739周年之前 我们办了一个这样的记者会 那当然后来修出来的这个版本是 差强人意这样子 对那所以我 我会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说 好像大家都不觉得 任何一个机关师傅都不觉得 自己和这个案子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因为其实这个案子它要去连结到中央的责任 我认为它并不是没有连结的 对因为法就是中央定出来的 法就是内政部定出来的 对所以到中央呈情是完全是有理由的 那再来是在退万部来讲 今天这个法不合理就算了 这个法已经不合理了 在执行上它甚至还出问题 它甚至也没有符合这个已经不合理的法 所以这是一个行政上的问题 立法上也有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们实际上 就是当然也做过了很多努力 包括说我们去内政部开记者会 跟立委有一些联合的合作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地方上也和地震局 和台湘市政府有很多斡旋 但我认为现在的这个机制 它是很能够让主管机关去回避它的政治责任的 我相信你们还在不断的努力 应该不会到园长族的那一步 因为我们11月还要再办游行 对我们11月还有一场游行 所以这场游行是希望什么样的诉求 其实我们的诉求一直都非常一致 我们在去年5月7号的时候 就已经办过一场游行了 那那一场游行的主题是 孩子的未来不能拆 我们的诉求就是两样 一样是我们希望可以原地保留幼儿园 然后另外一样是我们希望 市地重划可以立专法 对那其实坦白说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更三省的结果 它其实是回到更二省的一个判决 对它其实整个事情是没有进展的 对所以我们今年的诉求 其实和去年是一样的 就是市地重划要立专法 然后又要原地保留黎明幼儿园 我想黎明幼儿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在所谓的置办的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或者是瑕疵 那这个例子如果不好好的处理 我想不会是只有黎明幼儿园有这样的一个命运 会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 特别是在台湾会不断讲到说 我们要开发我们要进步 但是在开发跟进步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 不管是政策也好或实际执行也好 恐怕不应该是建立在任何人的痛苦上面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希望下礼拜能够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讨论相关的问题 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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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動力 誓願自謀